你到底在哪啊 十七年了 为什么我无论如何都找不到你 先生好 诚哥 我住过一会有一个景气故意 要不要先给你看 不用管你 可是今天你到关 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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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商业零一的工具吧 那些房间他他该不会在那吧 那是我留给桑桑的房间 谁让他进来的 谁让他住进来的 承愿 我只是刚才听到你的声音 所以才我早就说 这个房间谁都不接 对不起先生 我是以为这个房间是给你太太预留的 不是给他 还有山座主张让他住进来 对不起先生 自己去 是先生 不是说你 何庆庆 是你吧 别以为你是承家的管家 就可以推人顶在 从今天起 这个管家你不用再逃 先生我知道错了先生 闭嘴 再多说一句给我滚出去 家里客房的 给他收拾一件主张 承哥该错了 我最后再说一次 这个房间谁都不许接 这个所谓的承太太也不行 对 对 晏哥哥 我要结婚了 我们终于 还是要错点 小兔子再跑把腿打折了 行眼睛放亮点 别让这小兔在这跑了 明天就要交货了 人都看不住 反正他来跑了 逗鬼 跟起来 快走 快走 快起来 快起来快油炖上来了 松松 你不用管我了 你自己逃吧 不要 因为哥哥说了要和松松一起逃出去 还要给松松外面漂亮的白裙子 行行行耶哥哥起来 他行行行耶哥哥 来啦 你不小心 你不往这跑了 走过来 走啦 走啦 走啦别跑 不让你跑 走 那一个呢 不准呼 你都愣着干嘛 还不赶紧找 你的福利院都是建许 他都没人管 被我卖了 你上面是在浮起 你还哭 一样一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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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大哥 在哪去死了 我不知道吧 大哥我都没想怎么交货 他把带走 啊 走走 你 你 对了 叫医生过来给他处理一下伤口 还有 把地板清理干净 不希望这里被任何东西污染 对不起桑桑 只有何世家的人联姻 我才能更快的找到你 死穴子 刚来就害得我被赶出城墙 怕我怎么找你 太太这是先生给您准备的新婚礼物 您一会就能换上 好 谢谢 太太 您这 你浑浑浑浑的干什么 一看你 手子弯了 你刚刚想说什么 太太 您包的汤 闻着真香 当然 先生今天一天没吃饭了 刚才又发了好大一通脾气 如果这个时候能喝上您亲手包的汤 那先生一定会很高兴 谢谢你啊 金金 还好你提醒我他们吃饭 小夕 送太太上楼 小夕 金金姐 上一次有人碰了一下那条裙子 就差点可以打个半次 怎么能让太太穿那条裙子去见先生呢 是吗 我给逛 姐 谢谢 谢谢 叶哥哥 真漂亮 这个是院长妈妈给我买的 我说的是你 他们说你没吃饭 我给你做了碗汤 顾强 怎么是你 你怎么说这件事吧 我滚 顾强你我警告你 还好 还好还好没能丢 顾强你我警告你 早跟我在这儿撞车 程燕你到底要干什么 谁给你的男子 让你把他穿的身上 那不是你送我的新婚礼物吗 新婚礼物 你算什么东西 你只不过是个联姻的东西而已 程燕 你们是一场平等的联姻 就算你不喜欢我你也不能侮辱我 你爸没有告诉你 你只是以一块地皮的价格卖 你说什么 我本来不想要你的 但你爸告诉我 圈子跟你搬家 滚 你可以不喜欢我 但你不能侮辱我爸爸 要连衣的话 为什么不选我女儿孤情女 反正你要的只是世家的一个身份 而且它是个瘸子 你只需要敷一半的瓶 比如成都的那一块皮皮酒心 不可能 不可能 我爸爸不会这么对我的 不管你信不信 事实就是这样 霍建静 重新定制一件礼服 他穿这件衣服我看着恶心 还有 告诉他 这里的规矩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把他这张衣服给我扒下来 是 先生 把他这张衣服给我扒下来 是 先生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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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是他 怎么会是他 怎么是你 你帮我说这件衣服 快给陈医生的电话 是 还不快出去 是 看来 先生对他真是一点感情都没有 死瘸子 先生只能是我 你也配嫁 清清 你能帮我叫个医生吗 我眼睛被烫伤太疼了 完全睁不开眼睛 医生 他让我给他叫医生 我怕你还没有搞清楚自己在成家的地位 就是 是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 一个不受宠的女人 在书家 只能算几个免费的女众 你 我还是你 你过去一个被父亲卖的 瘸子 瘸子 怎么会啊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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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有人来的 放开我 到底要干什么 我给你好好洗一洗 放开我 放开我 听到了吗 咱们的女主人 让你们放开手 太太你喊了这么久了 一定口渴了吧 我们这些做下人的 怎么能让太太渴的呢 来 来 把她的头住 按到马头里 不要 她说 不要 不要 我聽說 學的都是沒有感覺 真的 讓你哭 不要 程彥要是知道了會把你趕過程家的 你趕我你是不是忘了先生跟他說什麼 他讓我好好教教你規矩 好好教教你規矩的意思就是 好好教你 放開 我再給我拖進去 你別忘了 我才是他明媚正權的太太 是這個家的女主人 程彥 我告訴 在這個家 學的太太只能是我 先生不是讓我們把他好好洗洗 那我們就好好給他洗洗乾淨 扔進去 是 啊 我看 我聽說 學子都是沒有直覺的 真的強 我還幫你 我愛著 我 我是 是 都是你 我 你 是 我 是 我們就死定了 顧欣宁 先生 你在幹什麼 先生他在這裡面洗澡 現在您不方便進去 讓開 他在正在洗澡 您還是燒到一會兒吧 他在洗澡 他是我陳彥的太陽 洗澡走 走 陳哥 我們找到三艙小姐了 你說什麼 真的手裡有戒指 你趕緊過來確認一下吧 戒指 什麼事 什麼都可以嗎 戒指 我馬上就到 來 接著喜歡教授 你都把先生給叫來 叫啊給我叫啊 陳總我先走了好 先生 這是您做的東西 你怎麼做這件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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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 我可以 是吧 先生 你們說 要是先生回來 發現他躺在一個男人的床上 會怎樣 不要 和親情 到底想發什麼 發什麼風 我們是在幫你 你這條腿 缺了十七年 應該沒有嚐過男人的胃腿 那我們現在就幫忙 不要 不要 求求你了 不要 我 就是 你 我 不 放我吧 今天那時候不會說的 我勸你還是省點力氣 我只不過是讓你和別人睡一覺 又不是要你的命 求你放我吧 這不就是先生一直在找的那枚戒指 這不就是先生一直在找的那枚戒指 這是我的 死瘸子 我看你還是省點力氣 要不然的話 要不然怎麼樣 先生 死瘸子 怎麼剩下的那枚戒指 賺錢王 我承燕的太太還不能讓傭人一起了 我承燕的太太還不能讓傭人一起了 來人 把他倆拖下去 不讓憲哥 決定放我了 憲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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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沒有表面上那麼兇了 或許和他結婚也不是什麼壞事 姑姑娘 我們離婚吧 離婚 好了 你先回去吧 可是太太你一個人沒事的 我就是想自己逛逛 我要回去的話 給你打電話 你今天說好的東西 我已經幫你準備好了 你要是有什麼需要的話 記得給我打電話 十七年了 這裡變化這麼大呀 你不小心 憲哥哥 你現在在哪啊 過得還好嗎 還記得桑桑嗎 桑桑 桑桑 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 陈彦 离婚 我已经找律师她 她过几天就会来找你 可是我们才刚刚结婚 我知道 你在顾家一直过得美好 我会给你一大笔费 保证你下半生一时无缘 把太太送过去 好好休息 给陈医生打电话 老德先生 我 陈哥你怎么路上 我马上到了 不用来了 他刚刚有急事已经走了 我没来住 他走了 他走了 太太 东西给你放这儿了 一会儿接着早点休息 陈医生说了 你至少要静养她下周六才能康复 好 你先下去吧 是 燕哥哥 我今天才结婚 就要离婚了 不过 离婚也好 只是他不欠我什么 我也不想要他的钱 也 你爸没有告诉你 你只是以一块地皮的价格卖给我 也不想回家 看来我要想办法养活我自己了 喂 陈哥 那你留他的联系方式了 嗯 下周六 就在你前段时间刚买下的那个清水镇 好 对了 清水镇 小时候我和燕哥哥 不就总是去清水镇卖木雕赚钱吗 或许可以去清水镇看看 下周六 去清水镇 下周六 去清水镇 看一看啊 这些都是我客的目标 纯手工的 大哥 你说 他在咱们地盘上摆摊 也不跟他说一声 是不是有点不讲江湖道野 那就跟他谈谈 光谈谈怎么能够 你谁啊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是二十万订金 你先拿去 那个瘸子身上有一个木戒指 你去帮我取关 事成之后 我再付给你一百万 好 兄弟们 走 你 酷清明 你把我害的那么惨 这些我一定会讽 森子 我终于要见到你了 你就喜欢了可以带回去一个 让开 开开 让开 你们干什么 哎 嗯 誰讓你在這兒擺著的 誰讓你在這兒擺著的 我交回他們費了 找我證明 證明 我手機你們幹什麼呀 這可能是犯法的 如編 告訴你在這兒擺他我就是法 給我教練 別煩別煩 我幹什麼 幹什麼別擺 別擺 別擺別擺 別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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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桑 別擺別擺 你是晨諺 啊 我剛剛好像崴到腳了 我先送你去 那晨諺 啊我腳好疼 你們認識嗎 我先送你去 böl 我還πε 我還不得他要跟我離婚 包獻 想包獻啊 哎大哥 這你還沒找挺好看啊 哈哈哈哈 啊 想走可以把哥幾個揍束縛了 我就讓你走 起開 劍 時間就把你睡 啊 撐大媽媽媽進去 我 吹 上來 我 快點 睡覺啊 放手放手 回想好了嗎 我那你走 快點走不走 走啊 別碰我 不要別過來 別過來 給我控著他 別過來 這老子非要睡著他 別過來 別過來 砍來砍 麻煩 真砍把那衣服給我拔了 快過來 快過來我就撕給你們看 小燕你怎麼了 沒有 對了 我能看看你的戒指 怎樣 我的假老頭你幫我揉著好嗎 我想看你的戒指 嗯 這根本不是桑桑的戒指 你為什麼要騙我 怎麼回事 不是說是因為刻著桑桑的戒指嗎 我自己刻的我能不求 嗯 別過來 別過來我就撕給你們看 哼 死 拿你的命威脅我 你為我怕嗎 哥 你一個殘廢一個死缺子 死在路邊也不會有人扛你 哈哈哈哈哈哈 你不是怕嗎 我告訴你們我要死了你們都不好過 開車 讓咱們的人都關上 目前也不忘圖聲了 是 隔下去啊鞋子 夠 你就算死在路邊也不會有人關你 我哥 你們都不願都是見面 死了都沒人管啊 隔一個啊隔下去 用力隔下去啊 彥彥哥哥 隔下去啊 這就是這 哈哈哈哈哈哈 走啊 誰啊 誰啊 我看誰敢動我承燕的太太 陳總 你是不是搞錯了 他就是一個死磚 怎麼能是你太太呢 承燕自己的太太 我還能認錯 我也是 顧青嬴受的罪 讓他十倍瘋 不是不是 陳總 陳總 你聽我解釋啊陳總 我真不知道他是你太太 我要知道的話 給我八百個男子我也不敢 他們快蹲一家快蹲一家 陳總 我是受人支持的陳總 誰 一一個女人 一個女人 陳總 哪個女人 我 我 我也沒看鏡 他戴著口罩 讓我打給鱸臂寫 他讓我交給了個角色 陳總 不管我實際上陳總 托下去 不要了陳總 陳總 不要了 陳總 不管你們用什麼方法 讓他們把知道的全都給我說 清靜 清靜 你 就算你運氣好 今天沒把你弄死 不過你放心 我們很快就會再見 喂 是顧清靜的父親 顧先生 他叫 水哥 走 不要說話 嫂子好 你先好好休息 我還有一些事情要處理 等我回來告訴我好嗎 他怎麼好像和之前太一樣了呢 我的戒指呢 我跟她說 他們顧家的人 不知道從哪一得知 嫂子手上的事 叫了一大堆人在流線浪水 到處讓兩場 說要給嫂子討個說法 我都不知道 顧家人什麼時候這麼重視 顧清靜 這哪是重視啊 肯定就是校長 容穩教諒 你說怎麼辦 好 眼睛 我把你出口 我把你發光 中 bout的 你是怎麼回事 我把它丟掉 卖母丢 诚哥 你别担心 医生说了 太两个小就会行 不好意思 找到桑桑 她真的是我的桑桑吗 这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怎么会忽然变成顾家的大小姐 你终于醒了 承宴 这不是我的目标吗 这些都是你刻的 是之前一个哥哥叫我刻的 你能告诉我他的名字吗 他叫 谁吗 他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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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静 承宴 我把女儿交给你 是对你的幸福 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的女儿 你跟我这儿装算的 我这儿还有你跟我谈话的录音呢 你要不要听听你说过什么 录音还是录音 录音委到一份很容易 但我女儿在你的地方 被人围殴 差点被强奸 录音 这个事 人证 可是太多了 是啊 在你们陈家被强奸人必须给个说法 给个说法 必须 给个说法 必须 所以你今天来到底要干什么 如果这个事 让媒体知道 你怎么样 你敢吗 说我敢不敢 顾清凌是你的女儿 出了事你不想着安慰她 保护她 还要拿她当筹码 你挺冷血的 你爸没有告诉我 你只是以一块地皮的价格卖给我的 你别五十步笑一百步 你拼命把这个消息压下来 是担心你们城市集团形象受死 难道是为了顾清凌吗 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聊我 你被跟我装模作样 咱们打开天窗数量 我就直说了 要是把成功面做金矿给我 今天的事就当没发生过 不然 我不敢保证明天的新闻头条 我不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让你好好休息 你怎么来了 我想跟我爸说几句话 我是您换取利益的筹码是吗 所以说我是您换取利益的筹码是吗 你既然知道了 就不要再问我了 可是您当初带我回顾家的时候不是这么说的 是您亲口跟我说的 我是您唯一的女儿 是您最在意的人 您还跟我说 我是您的希望啊 还希望他都相信 就是一个死角色 都给我闭嘴 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吗 当初是您跟我说的 不让我出门是为了保护我 但他这一切都是为了骗我吗 我怎么不在乎你呢 我当然在乎你 我一直都在乎你 因为 你是人生中 回忆的 母亲 我一直在乎你 顾亲你 你为什么不在人贩子窝里死去呢 这样的话 我当时找你的时候 也不至于违心的把你带回顾家里 可我是您唯一的亲女儿啊 女儿 女儿又怎么样 在这个家族中 女儿就是用来年龄的 只有男孩 男孩才是真正的血 若不是当初我没有生育能力 我根本就没有要找回你的想法 不要说了 结果 找回你来 还是个见不得光的瘸子 你应该要感谢陈业 是因为陈业突然和我们顾家年龄 要不然我到死都把你关在顾家 不让你出来丢人现眼 半 哭什么 顾家没有窝浪费 你应该 为你 为顾家做的这点贡献 感到自豪 陈业 怎么样 今天要是签订这合同 我立马就带人离开这个音乐 陈业 不知道 陈业 你当然知道 你是我陈业的态度 是陈家的女主的 区区几个金矿 不值一提 你值得最好的 他不愿意保护你 还有我 以后没有人再敢威胁你 也没有人再敢欺负你 你是我陈业的态度 我陈业就是你的后对 整个陈家就是你的后对 陈业 你 你要干什么 你先回去休息 这里我来处理 陈业 在 你还带我去 我还有很重要的东西 在我之前的衣服里 你发现 被扔的只是你的衣服 包和首饰都还在买 去吧 陈业 就算你今天这么多人 这个协议 必须签 要不然 签 为什么不签 毕竟我答应了 我 陈业啊 陈业 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今天开始这个瘸子就是你的了 和我顾佳在乎半点关系 我让你走了吗 你难道你不会敢对我动手吧 你不会以为我真的怕你 上 陈彦你不怕我开记者发布会 不怕我已经走不掉了 你怎么这么大把年纪了 你怎么还这么甜呢 我给你还走不了 不可能不可能陈彦 你这样做是为把的 没法我这么做是在帮社会清理害处 把他们带 连同所有的证据都送给警官 我希望顾清明不在手带 不陈彦我是你岳父啊 你不能这样做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陈彦 灵灵 灵灵 快 我是你亲生父亲 你求求陈彦 她放了我 灵灵 快 放开我 放开我 放了我 灵灵 陈彦 你看到了吗 灵灵 她不可能看着 她的亲生父亲这样的 你放了我吧 放了我吧 做错事情就应该受到惩罚 她的亲生父亲 更何况您已经把我卖给她了 我们没有一丁点关系 这是您说的 灵灵 不 我是你亲生父亲啊 灵灵 别在这演戏了行吗 要不是你跟顾清宁 还有一点血缘关系 制裁你的可就不只是法律 灵灵 我确实呢 终于找到了 这是燕哥哥留给我唯一的东西了 啊 我 我 can you can be 呃 嫂嫂 嫂嫂 先 先生 何清清 怎么会是你 先生 我错了 我求你不要打我 我求你不要打我 我真的错了 怎么会是你 你怎么都是嫂嫂 我只是想拿回我的戒指 肖子 桑桑喜欢吗 当然喜欢了 这是我最重要的宝贝 这是我的戒指 是他抢了我的 燕哥哥说了 这个戒指要一直戴着 不能丢的 桑桑 我是燕哥哥 你真的是我的燕哥哥 我是 你真的是我的燕哥哥 我真的是燕哥哥 嫂嫂 别怕 以后不会有人再欺负你 绝对不会 装疯卖傻 果然是让他相信我的最快办法 燕哥哥 程燕 你们怎么会 你们怎么会 好了 他也刚刚回来 看一看了 我们先去休息吧 不 我要住这 这是他的房间 我讨厌他我就要住这 医生 他到底怎么了 是创伤后的应激障碍 这段时间你就好好陪陪他吧 千万不要再刺激他了 好 我知道 郭先生 我待会叫人过来给你换话 为什么 我不会 就是你欺负他 如果不是因为你 他也不会受伤 因为我 你忘了之前他在程家对我做了什么吗 死瘸子 我看你还是省点力气 要不然的话 要不然怎么样 你不要 我 不要打我 不要打我 我做了 我做了 不要打我 兄弟干什么 是我了 警警 有我在没有人家的打你 不我就要住这 我现在就要 好好听听 你可以做你任何小子的事情 这样 你就去门口等会一会好吗 不要我就要住这 小小 大意 在進來的時候 這間公司就是你 好 帶 剛剛已經說了 壞 你明明這受欺負的都是我 那又怎麼樣 就算他欺負你你也得受 憑什麼受著 過去的事情不用提 只是讓你換一間房間而已 又沒讓你坐上 一間房間而已 你和他什麼關係 你之前明明跟他沒有關係 你先好好養傷 等你傷好了我們就離開 好 明白了 對了 這個木雕 這跟你沒關係 算了 這種目的要想一點也很正常 更何況 戒指已經找到了 冒犯了 所以你之前在醫院門口說的是真的 胡青凝是你的 出了事你不想安慰他 保護 還要拿他當手 你別五十步笑以百步 你拼命把這個消息壓下來 是擔心你們城市集團形象受死 難道是為了顧清零嗎 所以我爸爸說的是對的 你只是為了維護集團的顏面 我給你丟人了是嗎 對 如果之前的話讓你誤會了 我很抱歉 彥哥哥 那我現在可以住在這裡了嗎 當然可以 謝謝你 走吧 走吧 看來他對顧清零已經動靜了 這可不行 成爺 你的心裡只能有我 過了今晚 你老公就是我 我是你 iPhone 天空 你怎麼了 我好害怕 不要打我 不要打我 你不能再喝 我感覺這位好多好多人 我好多好多人 我好害怕 你別怕 你別怕我來不害怕好嗎 我想給你找用去 你不要走好不好 我好害怕 你在這裡騙騙我 你不要走你不要走 好 我這下來了 嗯 憲哥哥 憲哥哥 我想依給他一會兒 憲哥哥 他到底怎麼回事 居然這都能忍住 不行 絕對不能讓主廚的鴨子飛走 程彥 你怎麼了 你喝酒了 我去幫你叫庸人 你幹什麼 你放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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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經離婚了 快 放開我 我說不聽也不是很清靜 快點這裡不讓進 苦情你 你給我等 我絕對不會讓你走過的 送送送送送 上上你要一直帶著他哦 這樣的話 就算你走丟了 我也能很快找到你 謝謝憲哥哥 憲哥哥 你就是我的憲哥哥 我昨天对他做了些什么 你不要过来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我绝对不会为了任何人抛弃你 那他怎么解释 说算是陈太监你也不能把那种药随便给他 对不起但他非要药我也没办法呀 非要三分钟而且那么大气的 陈先生吃了几天神之不清都是很有可能的 对不起但他非要药我也没办法呀 陈总 你们刚才说是什么药什么成胎 昨天成胎来找我说想要协助性的药 他说最近你和他朝鑫 需要方式来调整一下我实在奥不过他 就把药给他 是顾庆明给我下的药 顾庆明为什么给我下药为什么 顾庆明你为什么给我下药为什么 不是我我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我怎么可能给你下药呀我一直以为你是 一个懂事自爱的女孩 但万万没想到你居然能干出这样的事情 你以为你给我下了药上了床我就 你给你离婚了呀 你以为我是不想跟你离婚才涉及让你来找我的吗 我是顾庆明不是何清清 难道真的不是他 顾庆明这是什么 何清清这是我昨天打给太太的药 没有他胡说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我怎么可能让他给我买药呢 何清清又是你又是你是不是 真是你 好家里消化本来就很不稳定 你现在跟我说刺激了 刺激 他一直都是在找到根本就没有病 我 我怎么 清清好不容易恢复理矶 他要是因为你的话再有个什么三长了断 我保证把你送进去 跟你的宠爹一起做门 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 我怎么不能 你不会以为我只是说说吓吓你而已吧 我说到做到 燕哥哥 你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你别这么看着我 我看着你不信 不信 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桑桑你为什么一直看着我 好看呀 等我长大了以后 一定要娶燕哥哥做新娘 笨蛋 哪有男生当新娘的 那么就是燕哥哥娶我做新娘 好 等我长大了 于静娶你做新娘 好的 我今天明确的再告诉你一点 我说的那些都是长年话 我绝对不可能喜欢你 毕竟你只是一个上人的开面 你们福利院都是贱品 哥都没人管 被我卖了 老师你上面说的福气 你还哭 让你哭 啊 伤不了她面的缺际 成严 任何人都可以这么说我为主你不能 我真的不记得我是谁了吗 我真的不记得我是谁了吗 完了 诚意身上有戒指 酷气您该不会认出他了吧 我这条腿 我这条腿是因为你断的 因为我 是啊 他现在心里只有何清清 不在乎什么顾清宁 更不会在乎十几年前的嗓嗓 清清 你终于醒了 喝点水吧 对不起 都怪我 你在和太太吵架的 没事 我本来马上就要和她离婚了 而且这一次 就是她心术不争 离婚 那她之后会不会还住在城家 她会一直住在城家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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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要和她离婚了 她为什么还要住在城家 她没有什么亲人了 上一次出去 差点被人打死 我虽然不爱她 但是我得对她负责任 你要对她负责任 那我呢 我以为你会娶我的 我会娶你的 这是我十七年前就答应过你的 我绝对不会实验 承宴 要是你知道了顾清宁才是真正的桑桑 桑桑 你怎么了 我说了 我说了 你不要叫我这个名字 我不想听 对不起 我以后 我以后再也不这么说了 桑桑那年被带走后 肯定受了很多苦 所以现在不愿意听到以前的名字 都怪我没有保护好过 不行 确定不能让承宴知道真相 对不起 我一定会想办法让承宴接手 把你赶出成家 怎么 我要怎么样才能把那个辛苦的贱人 彻底赶出成家呢 廖秘书 这个时候你不应该在公司吧 哎 干什么啊 别说话 有人来了 要让别人发现才来在陈晏的 厨房里投机 咱俩套能完蛋 真搞不懂 这轻轻姐一回来 就看见家里面氛围变得很安逸 这个可不姓说 他毕竟是未来的陈太太 要是被他听到了 哎呀我真搞不懂吗 这先生怎么能看他那张回忧的脸 我要是先生 与其跟一个丑八官睡 还不会跟一个爵子睡 哎 又能听到什么声音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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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疯了 不经先生允许 擅自进入书房 是会直接被赶入成家的 哎呀 就是我们俩的人 你不告诉先生 先生不会知道 快走吧 哎呀 我们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做呢 刚刚肯定是我们听错了 是 这家人平时除了先生会用的事 你们肯定的 哎呀快走吧 快走吧 你刚是疯了吗 要是让别人发现 咱俩都得完蛋 都完蛋 要完蛋也是你一个人完蛋 你 哎呀 怎么会呢 如果你非要这样说的话 我也可以哭着告诉燕哥吧 你对我偷摸不轨 你你什么你 你还没跟我解释 一个人偷摸摸到的书房来干什么 你 你会上来偷东西的吗 当然不是 诚哥 诚哥让我来帮他取东西 你觉得你说这些 你信 你 虽然你是程燕的秘书 但你也是他最好的兄弟 他对你的心 这点小事 需要你来做 小姐 你说笑了 我和诚哥是好兄弟 为他做点事 我心甘情愿 没什么事了吗 让我先走了 诚哥还等着我们 他果然有鬼 我还是跟程燕打个电话吧 他四个书房里少了什么 我可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 你这么害怕 你肯定做了不少对不起程燕的事情 何清清 我劝你少管闲事要不然 你少威胁我 我胆子小 我一害怕 就喜欢跟最亲近的人诉苦 而跟我最亲近的人 一定就是程燕 何清清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不想干什么 我只不过是想让你帮我 我估计你赶出去 然后让他永远不要跟程燕见面 我可以当做今天的事情 什么都没关系 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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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杀了他 也不是故随 杀人事我是不会错的 更何况是程燕在意的人 要是让他知道我肯定生不如死 你胡说 健哥哥根本就不在乎他 程燕之所以把他留在程家 那是因为 因为 看你自己也清楚程燕在意呢 要不然你这么处心积虑的 想要赶走顾清凌的目的是什么 我没记错的话 程哥说你有 应激张爱诚 你是在骗他的吧 对 没错 我就是喜欢看他心疼 我在乎我的样子 我故意的 当然 我也不希望他知道这件事情 现在 我们算是互有罢的 对 我忽然想起来一件事 程式集团内部最近出现了 泄露商业机密的叛徒 廖秘书 那个人 不会就是你吧 那个人 不会就是你吧 何小姐 我们 合作愉快 我突然也想起来一件事 你根本就不是陈燕要找的桑桑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廖峰这辈子说过很多谎话 但这一句 决定 要不然你这么处心俱立的想要赶走 顾清你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让陈燕知道 你不仅伤害了他的白云 还冒充了他的白云后 你再让我信一信 我就是桑桑 你又没见过我小时候的样子 你凭什么在这胡乱揣测 是吗 自己顾清你的人 要给陈燕燕 我就见到过这个姐姐 魏小姐 合作愉快 这样才叫做 毋有把柄 我就不该后期回来的 我都听到这些什么呀 医生检查结果出来了吗 你最近规播的很好 只是接下来三个月 你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 啊 你怀孕了 恭喜你 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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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先生之前从医院送怀的所有东西都在这了 你要找的东西应该在里面 谢谢 算了 既然怀了这个孩子 那就生下来吧 要实在不行 我就自己养着 这样也好 这样我就也有属于自己的家人了 你说什么 好 谁行 你要伤了他 也不是不行 太太 您之后 有什么打算吗 我之后 应该会离开这里 然后开始我的新生活 是吗 那真是太好了 啊 我只是觉得太太的选择是正确的 因为太太好像在这里并不快乐 你应该去其他地方寻找属于你自己真正的幸福 谢谢 奇怪怎么没有呢 你确定我所有东西都在这了吗 是的 都在这了 是有什么不见的吗 我还有个戒指呢 自从顾心灵来到我陈家的第一天 我就见到过这个戒指 看看 现在人诚言都是我的 你有什么资格拿这个戒指 你说的对 我现在的确没有资格 你拿走 不会吧 还没摇耳呢 怎么就放弃了 不行 看来 得自己自己 你有想说什么 你知道 他为什么这么爱我吗 不想是吧 因为他一直在找一个人 你结婚时住的那间房子 对不起先生 我是以为这个房间是给你太太预料的 不是给他的 还有设计让你穿得多紧 太太 这是先生给您准备的新婚礼 你一会儿就没换人 都是吗 你知道 他是谁吗 就是你 就是你 桑桑 哈哈哈哈 他还真是蠢呢 就因为一个戒指 就相信了我 他说什么 说什么喜欢我 说什么要娶我 说什么十七年前的约定 这是我的你还给我 你想要啊 来拿呀 我姐姐 你把我的戒指还给我 你不是想要戒指 来拿 你把戒指还给我 东西你你别过来 你看看 看看 你先出去吧 是 你来干什么 你如果是想让我走的话 放心好了 东西找到我自然会走 自会离开 顾亲你 你还真是会装模作样 你又在发什么疯 你又在发什么疯 装什么情歌 你是真的要离开 还是用这种手段 勾引成燕呢 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吗 眼里真有难用 是吗 那你为什么这么着急 寻找你燕可不送给你的戒指 脏脏 这是我的你还给我 你 可是他现在在我的手上 是我的戒指 现在人成年都是我的 你有什么资格拿这个戒指 求救 燕哥哥 好好好 没事 东西你你别过来 你可 kilometres 我把我打开 可以打开 你的目标 我周到我 你都会打开 你都会打开 不emitic 不管你信不信 這一切都是他自腦自演的 程彥 如果我告訴你 他不是你要找到桑桑嗎 你在胡說什麼 彥彥哥哥我痛好痛 我心裡快死了 靖靖 你別胡說 醫生晚上就到了 大大你沒事吧 我沒事 你可以幫我下去把戒指拿上來嗎 是 大大 謝謝 好 好 不行 我得讓彥彥哥哥知道 我才是真正的桑桑 太太 先生找你 好 陈舅 等你上好了 讓我們去買新衣服好嗎 嗯 你打算了 你只能 сдел 你只能看到一個兒子 你来干什么 出去 何清清 你能不能不要再这么一件事 你闭嘴 我是来让他跟你道歉的 毕竟他做错了事情 我不要他道歉 我不想看到他 你让他出去 你让他出去 我不想看到你 不想看到 看你是不敢再看到 燕哥哥 你让他出去 让他出去 顾全雅 我是来让你跟他道歉 我是来口吓的 我是不会向他道歉的 今天的事都是他自己做的 我根本就没有推他 是他自己摔下去 我亲眼看到你把他推下了一体 你现在居然还敢诬陷他 我没有 只是来拿回我的戒指 你的戒指 对 这就是我的戒指 你还记得当时我们在医院的时候吗 我说我要去找回我的东西 正好碰到你和我爸他们 我要找的就是这枚戒指 你是说 你那天弄丢的戒指 恰巧在他的手上 你怀疑我 那是我的 是他抢我的 他每次都是这样 我知道了 你就是来抢走我的戒指 抢走燕哥哥 何清清 你能不能不要再颠倒黑白了 桑桑和燕哥哥的关系 不是靠一枚戒指来维系的 戒指可以抢走 但记 清清确实从来都不会提起我们的过往 燕哥哥 他是有悲而来的 他是骗你的 你不要被他骗了 你不要赶我走 是不是骗我 我自己可以看 我承认 绝对不会放过一个骗子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相信我的 就像那天 你问我兔子木雕是谁雕的 其实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 对吗 我和桑桑 卖过一模一样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想兔子 每次我们一起去卖兔子木雕 都卖的特别好 卖完兔子木雕之后 你都会把钱拿来给我买汤葫芦 你总说不要 你每次把钱都带回府里面 其实我特别想吃 我知道 燕哥哥 我去教你 难道你忘了吗 我第一个雕的是兔子木雕 是你手把手教我的 不是 不是这样的燕哥哥 那天你还把手割破了 我要去给你买止血药 我害怕自己去不安全 你就陪我去 结果 我们再回来的路上 就遇到了人贩子 他们把你打个半死 你被人贩子打个半死的那天 因为我们还想他们放松警惕 当时我们一起跑出去 你重伤 所以你连我都靠不过 哥哥你快起来 快让心坏了 是我是我为了救你 把他们引开的 行行行行行行哥哥 各位 各位 小哥我叫哥哥 当时把你藏了起来 为了救你 我这条腿也让你脱 这条腿是被你断的 你撒我 你的腿根本就不是被人贩子打断的 我是被人贩子打的半戏 因为他们把我的腿打断 就卖不到了一个好价钱 不是 不是 诚哥 现在有时间吗 没有 有很重要的事 双双的事 何清清 你为什么会知道我和叶哥哥之间的事情 你猜 到底想干什么 到底想干什么 顾清你 我现在就给你剩最后一遍 事情不到最后一遍 千万不要放松警惕 你知道 我为什么跟你抢这枚戒指吗 因为我知道这枚戒指对你俩的意义 我现在就是找你的验哥 你把我戒指给我 丢查结果呢 丢查结果呢 呃 烟哥哥 烟哥哥他脚我的戒指 是你偷了我的戒指你还给我 东西请请 我不该让你和一个新机深沉的女人 在那一个房间 你说我是新机深沉的女人 不 sentiments 你演的真好 我差点就被你骗了 燕哥哥别这么叫 我的人 在你顾家的宅子里找到了一大堆 我优异的资料 怎么解释 什么资料还不成 放心吧 程燕的资料我早就到位如流了 我还可以说点山景的台词 保管他立刻就相信 我是他那个十三多年的小白光 这些不是我说的我已经 录音可以伪造的 我绝对没有说过这些话 你们顾家的台词都是同一的 这是只有我们才知道的事情 不是我真的不是我 我告诉你 只要我说完那句话 瞬间再提点你一点的东西 他肯定眼泪直接哗啦哗啦的流 立马就相信我了 真的不是我你相信我好不好 又是你是谁 你为什么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陷害我 燕哥哥我害怕 顾心娘 你不要遇到什么事情就我轻轻脑在身口 燕哥哥他在骗你他在骗你 刚刚你走的时候说他亲口说的 他在陷害我你闭嘴 我现在分的很清楚 燕哥哥 才是嫂子让燕哥哥 他在骗你 我明晚不灵 你闭嘴 我现在分的很清楚 燕哥哥 我才是嫂子让燕哥哥 他在骗你啊 我明晚不灵 你会后悔的 你绝对会后悔的 后悔 我现在唯一后悔的就是把满嘴 谎言的你带进程家 你我二人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一个人 你想要摆脱顾心灵这座家在你身上的大山 而我想要洗脱在集团内的血 所以呢 所以我们只要把问题全部转移到顾心灵这一座大山上 那我们的事情是不是却都解决了 你是说 从现在开始 顾清宁 就是顾家不怀好意派到我陈销的生意 于是他就假冒了桑桑的身份 成为他心中的白月光 调查结果给他 顾小姐 我们已经查清楚了 你就是顾家的生意 商业间谍 商业间谍 就是你顾清宁 你也是这么想的 是吗 我当初怎么见到你们顾家你不知道吗 是你说的有一块地皮包买下来的 我算什么商业间谍 我太自大 我以为只是一场普通的商业联谊 但没想到是眼龙不适 顾小姐 自从你进入到我们陈家 我们陈家的机密就一直在泄露 多次中标失败 重要项目丢失了 难道说 这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都见不了你们公司 我怎么盗取你们城市的机密啊 怎么不能 这个世界上难道还有比陈家书房机密更多的地方吗 难怪当初仅凭一块地皮你就加进了 原来是另有所谱啊 滚 胡说八道 顾小牛 你现在越解释我越觉得你有恶心 顾小姐 我劝你方聪明一点 我们已经这么说了就肯定有证据 啊什么证据 你不会以为你向顾家发送机密文件的记录删除了 我们就没办法复原吧 机密文件 自从你进入到我们陈家 我们陈家损失惨重 与其现在在这里跟我们遍及 不如等警察来了多想想怎么减刑吧 顾小牛 我一定会让你在监狱不如一舍 保证你没有离开监狱的亲爱 真正你不能这么过不能这么过 我为什么不能 我让你和你爸团聚 你应该感谢我才对 因为我怀了你的孩子 你说什么 怀了你的孩子 你说什么 你怎么可能怀孕呢 还在撒谎 我有没有撒谎 你带我去医院检查不就知道了吗 你可以不在乎我 但是你不能不在乎孩子 顾小牛 你是想去医院呢还是想逃跑 你以为你做了这种事还跑得掉吗 又是 又是你 你到现在还在无限求救 眼的真好 我差点就相信你怀孕了 燕哥哥 救救我孩子 燕哥哥 救救我 你坚持一下怀孕 我需要你救医生怀孕 你说你说 把他处理掉 我回来之前不想再看到他 先生 他们 在撒谎 你说什么 他们在撒谎 那天我 我亲耳在门口听到 金金姐和廖美术在书房 书房 我这段时间都没去过书房 他后期看错了 我也没去过书房 肯定是看错了 不是的我都听到了那天 你听到什么了 先生 太太是被冤枉的 他们都骗了你 那天我在书房门口 竟然听到他们在密谋 如何除掉太太李坏 没有根据的话可不要乱说 阿牧山在怕什么 我没有在害怕呀 诚哥 我只是怀疑 顾家派到我们家的见解 不止一个 他理会也有可能也是其中一个 诚哥 我们总早一起长大 你刚创业的时候我就陪诚 也不心慌吗 先生 我有证据 从现在开始 顾晴宁就是顾家不怀好 一派到我陈墙的商业间店 于是他就假冒了桑桑的身份 成为他心中的白玉光 是谁派你来的 这什么东西 回来 晏哥哥 他是来污蔑我的 一定是顾晴宁派你来的 他是来污蔑 啊 先生 先生 我有视频 我都录到了 闭嘴你闭嘴 你放心 等解决顾亲你之后 你想过我有事 小心哥想一会儿 来人 叶哥哥你要相信我 不是我做的 是兵风 是他逼我这么做的 他说他要欠取陈墙的商业机密 所以才 啊 这个 都是他 他假冒桑桑 他说 他得不到你人的话 他要得到你所有的钱 就是这个臭婊子 你胡说八道什么 臭婊子 你得打我 从顾晴宁来了 我陈墙第一天就要弄死他 我就是个吓着你 你也配得到陈燕南 贱人 该死 臭婆子你该死 喝喝 啊 啊 啊 我过去给你 扫扫 你别你弄 都怪我啊我不赢了 你打他我 我走 再给我 你拿我赢 我不 我不该不相信你走 我不该不相信你了 我走不好走 承燕 你为什么一次都不肯相信我 哪怕一次 都是我的 嫂嫂我以后都听你的好不好 我们不再分开 不再分开 承燕 以后啊 就没有桑桑了 就没有桑桑了 桑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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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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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桑桑你要一直再操 这样的话就算你走就了我也能很快找了 谢谢阳哥哥 i share the time to find a way to the back of time close your eyes just build and lose my mind 桑桑 那你就叫 彦哥哥 哎哎哎你好啊 我我不好 我不好 哦你 哎我們不跟他玩啊 你跟我玩 嗯我就跟你玩 嗯我就跟你玩 我們去盪鞦韆 哎 盪鞦韆了 嗯哥哥 桑桑 啊 太太車一定好 走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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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賺 好